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前访问北京 他与习会谈并签署联合声明外 在临别之际 两人在中南海拥抱告别 一年前 习在莫斯科与普京告别时 叮嘱他要共同推进百年大变局 中俄两国兄弟般的友谊 受到了世界的关注 因为现在俄乌战争正在进行 中国暗中撤印 俄罗斯让他挺过了西方海山倒海般的制裁 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 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无疑是一种施策 因为欧美关系显然比俄罗斯要重要得多 如何看待北京的外交施策 为什么中共比苏共长寿 为什么近十年中国出现政治逆转 中共极权主义与中国地质有何区别 中共极权体制有无改革的机会 中共未来将走向何方 美国之音主持人陈小平先生就此问题 专访了知名经济学家许臣刚先生 陈小平在专访文章 中共为何比苏共长寿 两件事就了中共政权中写道 一习近平为何要拥抱普京 中国官媒报道说 习近平与普京两位老朋友已经见面事事余次 前不久普京对北京国事访问 习邀请普京在中南海散步 告别时两人拥抱 纽约时报分析认为 对习来说 普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朋友 可以助他重述有利于中国的全球秩序 徐成刚教授认为 美国过去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切入 相信中国和前苏联是相互冲突的国家 没有看清楚这两个极权主义国家 为什么结合 以及中俄现在要再度合作 反对西方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根源 他说中共是苏共的延续 黄埔军校是苏共的军校 北伐战争使苏联红军直接策划指挥 所谓枪杆子出政权 实际上说的是苏联指挥 中共武装夺取政权 二 为什么中共比苏共长寿 苏共政权延续74年 从1917到1991 中共政权从1949年至今已达75年 不少研究者试图寻找出中共政权 藏于苏共的答案 卡托研究所大陆班多认为 聪明的经济和残酷的政治结合 使北京避免了前苏联的崩溃 所谓聪明经济指的是北京放松对经济的控制 而残酷政治指的是中共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欣喜和1989年的镇压 这人家胡平先生看来敢于下令向民族自由的示威者开枪 是北京维系政权的秘诀 也就是说中共比苏共更残酷 徐晨刚教授指出 中共将苏联模式极权主义中国化 实行了比苏联更有弹性的区域管理式极权主义 即地方当局得以在行政和经济资源分配上自行歧视 选择最佳方案 其中就包括允许发展民营经济 他强调说这个救了共产党的命 3. 为什么近十年中国出现政治力转 徐教授所说的救了中共命的弹性经济政策 近年来却出现了逆转 正人家吴国光先生认为 习上台后使改革红利的时代结束了 进入逆转型 徐晨刚分析认为 在改革开放40年中 中共只是中间一段时间有所放松 他控制中国社会的能力从来没有丧失过 当中共紧提到改革威胁到政权时 随时都可以停止 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张伦教授的看法 与许先生接近 他认为习近平的极权主义 之所以快速得到阶段性成功 一个原因在于极权主义从来就没离开过中 他只要条件许可 有需要 就可以重新启动 成为主导 但是改革触动的是毛氏经济体制 但从未放弃毛氏权力体系 纽约城市大学夏明教授认为 中共极权主义的回潮不只有中共体制演绎的内在逻辑 同时还有国际背景和全球化动因的原因 在夏明看来 中南海和华尔街的联盟 美国政治经济社会 今天来遭遇的问题 是思考中国21世纪极权主义的国际参照 是中共极权主义与中国帝制有何区别 有人认为中共极权主义也有中国传统帝制的根源 对此 许成刚并不同意 他认为极权主义制度和中国帝王制或秦制混响 等于上司判断力 他说党领导一切的极权主义 不是中国帝王统治原则 其百分之百的原则来自列宁 因为极权主义的核心是列宁主义政党 它是在列宁时才诞生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帝王的统治 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针对美国官方智库 人权组织和主流媒体 将中共定性为威权主义 许先生认为 这是另外一种上司判断力 他指出当中国私有企业大发展时 他们认为这是威权主义 而事实上西方国家被迷惑了 香港实政分析人士刘孟雄先生认为 发展民营经济只是中共无奈得选择 徐先生认为 北京与民营企业过去的关系是权宜之计 现在这个权宜之计走到了尽头 五 中共极权体制还有改革的机会吗 习上台后 尽管一再强调继续改革开放 但许多学者开始讨论中国改革开放 是否已经终结 前中国社会科学政治研究所 刘军林博士认为 中国的改革早在胡锦涛时期就已经死亡 华尔街日报称 习近平为中国改革开放 画上了句号 中国有影响力的财新网则倡导 改革急需新突破 在许先生看来 极权体制是不可能改革的 许教授极权主义无法改革的看法 可能是受到他的导师 匈牙利经济学家亚洛斯科尔赖的思想影响 科尔赖几十年前就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许先生说 总共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深入 是因为极权主义不能与私有制度并存 极权主义也不会允许多党制 不允许党内有公开的派别 而一旦允许党内有公开派别 为了权力可以挑战对方 此时的政党就不再是列宁主义政党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全世界至今不存在极权主义转型的案例 而只有苏联那样的制度解体 英国外交家亨利·杰克逊 学会研究员罗德加塞德 在中国民族记刊文章中打了一个比方 正如一个患尿毒症的人 只能通过肾脏移植才能恢复健康一样 中国也需要通过革命建立一个宪政民族制度来进行政治移植 六 中共未来走向的三种可能 徐先生认为 第一种可能是像前苏联一样解体 但这是最好的结局 而且需要有制度基因的帮助 具体说 中国需要私有制 以及和私有制在一起的自由主义认知 三权分立 司法独立 等制度的社会共识 而这些基因在最近20年开始在中国萌芽 他指出 如果极权主义不能像苏联那样和平解体 他第二个可能就是中共极权主义会非常努力的在贫困中一直保持下去 就如现在的朝鲜是一个非常大的暴力 恐惧剥夺资产方式维系政权 如此同时 徐先生还提出了第三种可能性 就是中共极权主义演变为纳粹极权主义 即法律上允许由私营企业存在 但是极权主义党控制私有企业 党通过控制企业家来控制资本家的资产 以上是陈小平转访文章的主要内容 许晨刚的观点我基本赞成 只是觉得中国未来还有另外一个走向 那就是脆断 这不是和平转型 而是革命 白纸运动就是他的预言 随着中国经济危机的爆发 社会危机随之引爆 社会群体事件高发 整个社会会处于无序的状态 加之中共内部权斗削弱了社会控制 庞大的维稳力量 反而成了中共危机的加速器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